天心病害怕的三个动作 每晚睡前练一练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不管是血管的狭窄 还是有颈动脉的斑块 高血压 高血脂 心梗 脑梗 这些问题 在中医说 都是血液的粘稠了 血管里产生了一些斑块 原因也非常的多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干于气质了 寒于护结了 想要改善 又不想花钱 那就多出点力吧 每天晚上睡觉前 做这三个动作 坚持一段时间 你就会感觉浑身舒服 第一个动作就是扣肌 弹中穴 弹中穴是在两乳之间这个位置 用拇指的背部去扣肌 有的人扣着扣着呢 可能会出现打嗝的情况 有的人也可能会出现胃的不舒服 这都是一些正常的现象 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 舒展胸襟 消除胸中的郁闷之气 可以调节干气 促进气血的运行 第二个动作就是 拍打腋下的极拳穴 极拳穴是心包经的起始穴 这两侧每天各拍打50下就可以了 可以调节心气 疏通经络 改善胸闷的情况 拍打急前血 还可以增加心包经的功能 不仅有助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 还可以改善睡眠 第三个动作 可以做扩胸的运动 给大家推荐一个 可以在你们家找一个毛巾 长一点的毛巾 两头攥着 从前往后 举后面举 这个比扩胸的动作还要大 而且毛巾撑着过去了 那可以有一个度量的尺度 每天多做几组 一组做50次 可以帮助我们宽胸理气 促进血运循环 还可以改善肩的各种不灵活 如果你是高血压 高血脂 血管狭窄 出现了胸闷气短 两斜类 胀痛的朋友 中药 调理的同时 坚持做这三个动作 效果尴尬的 你把失眠当小事 长期的失眠 后果比你想象的严重 有研究显示 失眠会增加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对没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来说 睡眠不好 可能会出现 交感神经的兴奋状态 心跳加快 血管收缩 心肌耗氧量增加 这些心肌缺血的表现 那么针对着 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睡眠不好 就很可能导致 自身原发的疾病家中 出现血压升高 心率加快 以及像血小板的凝聚 血液的粘稠度增加 这些情况 如果你经常会有失眠 睡不好觉 晚上还多梦 醒了以后难以入睡 早上又睡不醒 这些情况怎么办 睡眠的西药 一定会有依赖性 这不用说 所以中医来解决 睡眠的问题 治疗失眠的方法 有很多思路 比如像心肾不骄 脾胃不合 思虑伤脾等等 同时还可以用饮食推拿 拔罐 刮沙 中草药 调理 得了高血压 要终身服药吗 一个视频 告诉你真相 大家好 我是赵一号教授 高血压是潜在的慢性疾病 脑出血脑梗 关心病 心梗 心衰 这些疾病 都是有高血压的因素造成的 高血压的人群 每天少不了一件事 那就是吃降压药 长期的服用降压药 对身体是不是有副作用 不言而喻 那得了高血压 是需要终身服药吗 首先分析一下 降压药一吃就降 不吃不降 对吗 什么原因 没有治本 该不该吃呢 如果你血压高的危害 超过了药物本身的危害 那肯定是要吃的 关键的是 你自己要明白 解决本质上的问题 不让它再高起来 中医认为高血压呢 是你内脏 阴阳失调了 气血经验运行不畅了 以及啊肝啊脾啊肾多脏气虚衰了造成的原因 你才能表现出来头晕头昏 眼花耳鸣视力模糊 找到这些病症的根结 消灭它就行了 针对高血压前期 可以通过改变生活习惯 配合饮食来调整血压 让血压更稳定 脑梗二次复发 逃不过下面这三个因素 按照我说的方法 你就可以预防 我们常说呢 脑梗是高发病率 高制残率 高复发率的常见疾病 它为什么容易复发 查出脑梗和有脑梗后遗症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了 第一呢 脑梗是动脉周样硬化导致的脑血管阻塞 脑梗容易复发的原因 有很多最常见的高血压 糖尿病 高血止症 吸烟啊 这些生活习惯 也会造成复发的原因 第二 脑梗的发病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三高持续的很长时间 导致动脉硬化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病 第三 脑梗发病以后 不是单一的治疗脑部的缺血或者血管的堵塞 还需要多角度 全方位的调理 对于预防动脉硬化加重是有非常的好处 除此之外 你的生活习惯里边 包括着作息时间 运动以及饮食方面是一定要注意的 这才是中医里边整体治疗的思想 这也显示出中医在胃病先防这方面的优势 能够全面综合性的进行调理 损伤大脑的三个行为赶紧改掉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昂教授 研究显示大脑机能在35岁左右会达到巅峰 随后会随着人体机能的衰退逐渐减弱 但是我们也经常会看到90多岁的长寿老人 思维敏捷 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开源节流 今天不讲开源 只讲节流 有三种行为会加速你的脑神经的衰退和损伤 第一 高脂饮食 长期的高脂饮食会导致摄入的脂肪和胆固醇过多 沉积在血管壁上导致动脉拙氧硬化 斑块血管狭窄造成脑部血流量的减少 脑细胞缺氧了出现了头昏脑胀思维迟钝的情况 第二 过量的饮酒 很多男性的朋友都有饮酒的习惯 喜欢没事的时候就喝上两口 但是长期的饮酒就会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活性 加速大脑的萎缩 出现了认知障碍 行动迟缓 口齿不醒这些症状 第三 睡眠不足 研究显示缺少睡眠容易造成大脑的缺血缺氧 血流速度减慢 血液粘稠度增加 就会出现头晕 事物模糊 眼前出现黑蒙 肢体无力 这些症状 诱发各种脑部的疾病 颈动脉斑块最怕一个动作 上了年纪以后呢 动脉会慢慢的老化和硬化 脂类的物质呢 就容易在血管壁上沉寂 从而形成斑块 尤其是颈动脉 最容易形成斑块 大多数的中老年人 搬有不同程度的颈动脉斑块 这是诱发头晕中风主要的因素 即使是稳定型的这个斑块 一个动作也会导致斑块脱落 从而诱发严重的危害 以至于威胁生命 颈动脉的斑块 最怕的动作就是 猛然的回头 或者猛然的转身 什么时候容易出现这个动作 你们知道看那个舞蹈里边 跳汤格 这样的动作上了年纪以后呢 就尽量的少做 会容易造成不稳定型斑块的脱落 一旦脱落呢 就有可能阻塞了脑血管 诱发脑缺血或者是脑梗 如果是伴有骨质疏松 高血压或者是颈椎病 转头的速度太快的话 也可能会因为失去平衡而跌倒 无论是转身和回头 一定要控制好速度 幅度呢不能太大 不能够做突然发力的运动 比如说突然的站起来 或者猛然的起床 更甭提啊 你去打篮球啊 打羽毛球啊 这样竞技性的运动 一般我都劝我的患者 上了年纪以后呢 要少做 你知道了吗 进动脉斑块 别担心 中医有办法 这个视频帮你少走弯路 大家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颈动脉斑块是很多中老年人常见的问题 会出现头晕头痛 肢体麻木 甚至说话不清 记忆力减退这些症状 除了会让头疼以外 还会导致脑促中 关心病 这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更可怕的是 一旦颈动脉斑块脱落了 就会堵塞住血管 导致大脑的工学不足 诱发脑梗 这些严重的后果 斑块呢虽然可怕 但它也不是完全没有药可救 中医认为呢 颈动脉的斑块 是因为痰灼血于阻落而导致 在中医治疗上 主要就是以化痰去湿 活血化瘀 通落为主 但是呢 我还主张啊 先要扶症 针对着不同患者的症状 去辨证论治 因此啊 这样的治疗方案复杂 很难找到一款啊 合适的忠诚药 非要推荐不可的话 那我就以化瘀为主的 血腐注意堂 它虽然不全面 但是化瘀的力量 还是可以的 患者如果出现 特别怕凉怕冷 阳虚这样的情况 那就再加上一些 温阳的药 有了阳光才能有热量 动能使血瘀去除 血管才能畅通 心脏的三大保护神 让你的心脏 一天比一天好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我们的心脏凤血不足了 就会出现胸闷气短 心肌胸痛 心前躯疼动 甚至有压迫感 肢体也会乏力 呼吸困难 这些情况 日常生活里 也会成为很大的一个问题 走路都走不长 觉得胸闷了 所以保护心脏的健康 非常的重要 今天就把心脏的 三大保护神 分享给大家 一号保护神 就是睡神 睡足了觉 就是对心脏的最好保护 如果你长期的熬夜 或者是被动的熬夜 就是你由于熬夜而转成了失眠 这种神不守舍 这个舍是什么 就是心 心一定就会受伤 这二号保护神 就是行神 行是行体的意思 当心脏好好的时候 行要动 运动可以加速血运循环 加强心脏的功能 但是当心脏受伤了 心肌缺血了 就不能大动 要量力而行 许多人不知道这个规则 保护不了心脏 甚至会有风险 三号保护神 那就是食神 吃是很重要的 吃什么 怎么吃 什么时间吃 是不是给吃胖了 加重了心脏的负担 良好的饮食习惯 是健康的保护神 还要提醒大家 天天快乐 时时开心 这是最重要的 单于气质 胸闷 心慌气短 赶紧记住这三招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刷到了这个视频 听我把话说完 疲乏无力 肚子胀 胸闷 烦躁易怒 心慌气短 全身都不舒服 这可能是我们常说的 甘于气质 气虚血瘀了 该怎么办呢 我们分析一下 出现甘于气质了 一定要疏肝 所以疏肝的办法是什么呢 我最推荐的就是 用逍遥丸 疏肝解瘀 那出现了气短 疲乏无力 那肯定是气虚的表现 气虚 尤其是针对着 心血管病症的话 可以用生脉瘾 推荐给大家 那第三 这个病症里边 还有气质以后的血瘀状况 要活血化瘀 就用血腐猪瘀丸 可以试一试 你记住了吗 一个没有才艺的医生 跟你说几句 偷心窝的话 大家好 我是清代渔医第七代传人 赵一浩教授 今天呢 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说几句偷心窝的话 我不是网红 也不会唱歌跳舞 这些才艺 我只会用中医的方法 治疗 血管狭窄 早搏 防颤 心率不齐 关心病 脑梗 脑梗后遗症 支架术后 这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我入住平台 不是为了流量 也不是为了宣传自己 是想用科普讲解的方式 为咱们老百姓 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教大家正确的认识 心脑血管的疾病 我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 也想帮助更多的人 摆脱疾病的困扰 少走一些弯路 少受一些罪 大家可以多看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可以点上小红心 我看到你就会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我最后再说一遍 防颤是可以恢复的 今天呢 就把这个方法告诉你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临床工作40多年 刷到这个视频 你就别再担心 防颤的问题了 今天呢 就把缓解防颤的这个方法告诉你 大家可以戳两下屏幕 接着听我往下说 有一个患者啊 他防颤三年了 做过射频 消融 这之后呢 还是有症状出现 经常会神皮 乏力 气短 这些症状 有时候呢 还会伴有心全躯的疼痛 舌趾是子岸的 经过辩证是 气虚血淤症 给他开了对应的处方 一个月以后 复诊的时候 患者说气短呀 心前驱的疼痛表现都减轻了 乏力的症状明显的好转 他很配合治疗 也有相应的锻炼 我想啊 在不久的将来 他肯定会越来越好 我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呢 进行辩证 分析用药 以及他的锻炼方法 那你是什么症状的防战呢 关心病最怕发展成为心衰 那四个信号一定要注意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出现这四个信号 就表示着心衰离你比较近了 抓住这些信号 及时的采取正确的中医治疗方法 可以有效的延长生命周期 延长十年二十年都是有可能的 第一呼吸困难 表明你的肺部可能会有淤血组织 氧气供应不上来了 心脏里呢血泵不出来 就造成了血液堆积在肺部 出现呼吸的困难 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喘息 或者是面色发暗 口唇发干和粉红色的泡沫痰 第二极度的疲乏 心脏往外泵血的功能下降了 全身的组织器官就出现缺氧缺血的情况 出现没劲 乏力 疲倦 导致运动耐力各方面都会下降 第三水肿 一般是在下肢前出现水肿 比如说脚踝小腿 慢慢的呢可能发展到大腿 甚至腰部再往上就过急胸 都是水肿 这就奔心衰的方向发展了 第四 频繁发作的心慌心率不齐 有时候还能感受到一种恐慌和紧张的感觉 如果出现以上这四种信号 就应该及时的就医 关心病到了后期容易合并心衰 会影响到生活质量 希望大家注意 劝你少吃五种食物 越吃血管越堵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在正文开始之前 大家听我说几句心理话 临床治疗心脑血管的疾病呢 已经有四十多年 就是为了让大家少走一些弯路 才辛辛苦苦的整理出这些科普视频 可能呢 这个视频还没有别人随便发几个搞笑的视频 点赞高 视频传播不出去 就会有很多的老百姓 因为一些生活习惯的原因引发了重病 那今天想告诉大家 不论你是关心病 心衰 血管狭窄 还是颈动脉有斑块 都不要放弃 希望大家的问题 能够在这里得到解决 今天呢 跟大家科普 就是心脏不好的人 哪些食物要忌口 可以先点上免费的小红心 支持一下 第一啊 就是浓茶碳酸饮料 浓咖啡 这些刺激性比较强的 就应该少喝 最好是不喝 第二就是高油脂的食物要少吃 比如说一些油炸的食物 烧烤红烧肉就要少吃 第三就是要戒烟戒酒 特别是血管堵塞已经超过了50%的 一定要戒烟戒酒 第四就是过于甜辣咸凉 这些食物要少吃 第五 要少吃一些化学加工的食品 比如说香肠 熏肠 它里面的添加剂非常的多 特别是有关心病 斑块 血脂高 消化功能差的人 要少吃或者不吃这些食物 关心病身上是有开关的 打开了就好了 真的是不难知 说到关心病呢 有人说是心气不足引起的 心气不足呢 确实是关心病的一个原因 但不是所有的关心病 都是因心气不足引起来的 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辩证分析 比如说前两个月 有一位66岁的江女士找到我 她呢患关心病已经六年了 做了四个支架 总是频繁的出现心痛 到夜里边就更加严重 心跳的非常的快 呼吸也不通胀 而且呢还会出现焦虑 乏力 情绪暴躁 结合她的舌脉呢去辨证 吃了一个疗程以后呢 患者就觉得这胸口那舒服多了 心情也舒畅了 偶尔才出现心率不齐的现象 这是什么道理呢 终于说啊 蚕湿淤阻是导致关心病的一个原因 那只要打开身体的这个开关 把蚕湿淤血排出去 心脏呢也会逐渐的恢复正常功能 当身体的某个地方出现淤堵的时候 相应部位的心肌也会引起缺血缺氧 形成心脚痛 如果血管出现了完全的闭塞 这个血管呢供血 它的心肌就会坏死 导致心肌更死 只有血脉通畅了 心脏才会正常 那如何让它通畅呢 第一 清血管 除去这些淤质完痰 血管自然就干净 第二 排毒 将体内的这些垃圾排出去 胸闷这些症状就随之消失了 第三 要扶正故本 痞是主运化的身体里边 有淤血 有痰湿这些垃圾 和痞的生清味的降灼 有很大关系 痞味生清降灼 如果功能失常了 就导致了身体的气机得不到运化 就会形成淤血的组织 所以中医说啊 这关心病其实不难 只是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看到我的这些患者越来越好 心里呢也是为他们高兴 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这个开关的话 保罗尼 用什么中药可以消灭斑块 别划走 医生告诉你大实话 经常有很多患者朋友问 什么中药可以消除斑块 或者是抑制斑块的生长 在回答大家疑问之前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下决心入住平台 不是为了当网红赚流量 只想踏踏实实的 给大家科普健康知识 在临床工作40多年 深知患者的不易 这也是坚定了我做科普的决心 我也希望通过分享我的治疗经验 能够让大家正确的认识到 心梗关心病斑块 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本质 回归正题 中医治疗斑块 首先你要建立一个 和西医不同的医疗思维模式 中医从根本上就不是 用某一个药去治疗消除 把它割下来这个斑块 有人会说 啊不去掉它 那怎么去消除它呢 中医难道不去除这个斑块吗 不是这样的 也有 比如说我们中药里边的 活血化瘀药 专门就是去除这些斑块的 但是呢 中医的逻辑啊 是整体观念 辩证论治 中医治疗斑块 不是针对某一处的斑块 而是针对全身的 中医说要标本兼顾 如果你气血虚 就要给你补上来 调节全身的脏腑气肌 比如说颈度脉的斑块 那是你气血 弹湿 紊乱了造成的 和你的肝脾肾 这些脏腑是有关系的 如果你的肝气虚了 就是造成 气血不通畅 也会导致 痰瘀组织 所以要调肝 要养血 要加强健脾的功能 以提高 孕化 施着的能力 所以啊 中药并不是针对一种疾病 一个斑块 去治疗的 不管你身体里边 哪个地方出现了斑块 你的血脂哪些不正常 用过中药之后 它是整体的调整 本身的机能提高了 对症下药以后 再加上饮食上的调理 作息时间的改变 适当的锻炼 这样就使斑块慢慢的变小 或者消失了 关心病患者 日常带好这三个宝 紧要关头能救命 有关心病的朋友注意了 除了治疗我们关心病的这些药物以外 你还需要随身携带这三宝 不管是出门还是睡觉 都要带好了 关心病发作起来 不分场合不分地点 关键的时刻 或许可以救你的命 那究竟带哪三个宝呢 第一就是消酸甘油 舌下含浮 一般两到五分钟就会减效 第二呢 速消救心 它是活血趋于止痛的作用 能迅速的缓解心脚痛 出现憋气胸闷 心前驱疼痛的时候可以用 或者是苏和香丸 第三个呢 是射香保心丸 它主要是 意气强心的作用 所以心脚痛发作的时候 舌下含浮 也可以迅速缓解心脚痛 这三种药 或者说四种 在心脚痛发作的时候 优先使用消酸甘油 这三个药啊 不要同时用啊 不要叠加 可以交替使用 也避免产生耐药性 这三种急救药 只能在关键的时候使用 缓解以后 要及时的治疗 控制病情 不能把这三个急救药 当成是日常用药 你记住了吗 学会头上的三个动作 每天只要十分钟 预防心梗和脑梗 每天需要十分钟的时间 你就能够疏通全身的血管 不出一个星期 身体就会有明显的变化 你还不来学一学 今天就教大家这个动作 可以让血管变软 恢复弹性 避免发生堵塞 动作呢 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大拇指啊 按揉两侧的太阳穴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 也可以用手啊 从头至头后面 到预诊 到这个颈椎这 疏通 用手按揉到后面 也可以用这个梳子 给它从前往后 这样疏 尤其是疏到后脑勺这儿 颈部这儿 多用力的去疏通它 这是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呢 可以用我们的手啊 趁拉耳朵 向下拽 向上拽 总之呢 把耳朵这个血液循环 给它畅通了 也可以用上我们的工具 给它按揉 这些局部的穴位 包括我们曾经提过的 一风穴 包括上边的这些经脉 给它顿通了以后 就可以改善我们 全身的血液循环 这些动作呢 能够帮助我们打通血管 预防心梗和脑梗 你学会了吗 学会头上的三个动作 每天只要十分钟 预防心梗和脑梗 每天需要十分钟的时间 你就能够疏通全身的血管 不出一个星期 身体就会有明显的变化 你还不来学一学 今天就教大家这个动作 可以让血管变软 恢复弹性 避免发生堵塞 动作呢 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大拇指啊 按揉两侧的太阳穴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 也可以用手啊 从头至头后面 到预诊 到这个颈椎这 疏通 用手按揉到后面 也可以用这个梳子 给它从前往后 这样疏 尤其是疏到后脑勺这儿 颈部这儿 多用力的去疏通它 这是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呢 可以用我们的手啊 趁拉耳朵 向下拽 向上拽 总之呢 把耳朵这个血液循环 给它畅通了 也可以用上我们的工具 给它按揉 这些局部的穴位 包括我们曾经提过的 一风穴 包括上边的这些经脉 给它顿通了以后 就可以改善我们 全身的血液循环 这些动作呢 能够帮助我们打通血管 预防心梗和脑梗 你学会了吗 学会头上的三个动作 每天只要十分钟 预防心梗和脑梗 每天需要十分钟的时间 你就能够疏通全身的血管 不出一个星期 身体就会有明显的变化 你还不来学一学 今天就教大家这个动作 可以让血管变软 恢复弹性 避免发生堵塞 动作呢 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大拇指啊 按揉两侧的太阳穴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 也可以用手啊 从头至头后面 到预诊 到这个颈椎这 疏通 用手按揉到后面 也可以用这个梳子 给它从前往后这样疏 尤其是疏到后脑勺这 颈部这 多用力的去疏通它 这是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呢 可以用我们的手啊 撑拉耳朵 向下拽 向上拽 总之呢 把耳朵这个血液循环 给它畅通了 也可以用上我们的工具 给它按揉 这些局部的穴位 包括我们曾经提过的 一风穴 包括上边的这些 经脉 给它凳通了以后 就可以改善我们 全身的血液循环 这些动作呢 能够帮助我们 打通血管 预防心梗和脑梗 你学会了吗 判断血管堵没堵 这个检查 既简单又实惠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血管一旦堵了 对身体的危害太大了 曾经呢 这样一位患者啊 就听取了我的建议 最终避免了 急性脑梗的发生 这个检查呢 就是颈动脉和 追动脉的比超 花费不上三位数 就够用了 它能够早期识别 颈动脉 有没有内膜增后啊 有没有动脉的周样硬化 有没有斑块 而且还能准确的 判断出斑块的大小 血管狭窄的程度 和斑块的性质 另外呢 通过观察 追动脉 血流的速度 血流量 还能判断出 有没有脑供血不足 这样呢 医生就可以 很好的判断 你的进展 进行干预 预防 治疗 防止急性的脑梗 脑出血 甚至是 猝死的发生 这时候有人可能会问了 如果查出来了 有颈动脉的斑块 动脉的硬化了 到底用不用吃药呢 吃哪种药呢 大家可以翻看一下 我之前的一些视频科普 详细的告诉大家 同时也要注意 不光是依赖药物 平时的饮食啊 运动啊 都是非常重要的 去去除这些 已经形成的病变 胳膊上的两个 养心血 养心又护心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分享给大家 两个穴位 经常的暗柔 对心脏有好处 第一呢 就是拍打 双侧夜窝下的极拳穴 极拳穴 是属于 手绍阴心经的穴位 位于夜窝下 一般我们用空心掌 扣肌这个部位 三十次一组 多做两组 第二呢 拇指暗柔 内观穴 内观呢 是属于 手绍阴心包经的穴位 在我们手掌臂 前侧 腕横纹 两寸 两个筋之间 这个地方 双侧都要揉啊 揉一分钟左右 极拳穴 可以调理心脏的生理功能 也有保健的作用 可以起到宽胸 理气 通经活络 内观穴呢 能凝心安神 理气止痛 缓解胸闷气短 心慌心剂 起到保护心脏的作用 通过暗柔穴位 通经活络 调整人体的功能 驱邪扶症 保持身体健康 但是如果你已经出现了有心脏方面的问题 正在发生急症的时候 急救 一定要专业人员去操作 自己不要耽误了病情 平时保护心脏的时候 除了暗柔 血位以外要搭配上汤药一起服用 效果会更好 头晕脑胀 浑身不舒服 可能是他在捣鬼 如果你平时总是头晕脑胀的 头蒙 头发沉 脑子不清爽 胸闷气短 还有心烦 特别爱长出气 走起路内呢 好像发飘 脚底下也没根 眼睛还干涩 事物不清 对任何事也不感兴趣 事一多呢 还容易头晕 老爱担心 老爱紧张 还爱害怕 经常的脖子这还疼 后背也疼 很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脑梗啊 心脏病啊 而到医院呢 各种头部的核瓷 颈部的核瓷 心电图 心脏彩钞 该查的全都查了 结果没发现什么大问题 这种情况呢 有的人可能会持续几个月 或者是几年 反复到各个医院去就诊 但就是没有查出什么 气质性的病变来 视频前的你啊 如果也有这种情况 一般情况下 中医认为是由于你长期处于一种 情质不随的状况 长时间的气机不畅 也导致了三胶气机的阻塞 这一气周流 这气应该转起来 左升右降 但是他被迫就停运了 你就会发现越生气 他越难受 上述的各种不适就会加重 现在你清楚他是谁了吗 高血压 血压不稳定 多揉按手上的二阳 这个二阳呢 是指着我们手上的两个穴位 带阳字的 一个是阳西穴 一个是阳骨穴 带阳字的穴位 起名字的时候 就有中国传统文化 他们一定是热的 阳西穴呢 位于人体的腕横纹 手背部 饶侧 当拇指翘起来的时候 这有一个凹陷 这就是阳西穴 阳骨穴呢 是在我们万恒文 赤白肉计交界的这个地方 离着很近 这两个穴位的功效呢 稍微有一点差别 如果形容起来呀 阳西穴就像温泉一样 它可以使我们身体里边 振奋阳气 特别适合于像高血压 怕凉怕冷 上热下寒 这样的病症 而阳骨穴的特点呢 形容起来像火焰山 它也是热的 它可以把所有的热血 导入到骨肢中 导阳入阴 使得阴阳交态 所以你看高血压的病人呢 往往是阴阳不平衡 你可以多揉按这两个血 每个部位呢 可以揉一到三分钟 上午一次 下午一次 不仅仅帮助我们调理了血压 包括我们身体里边 怕凉怕冷 可以恢复我们的阳气 增强身体的抵抗力